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燦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燦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營紀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議題的整理 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背後 使得我們要去關注的一些議題 讓我們在看這些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能夠去看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 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我們也很期待 我們的朋友們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可以走得更遠更好 因為媒體能不能獨立 媒體能不能夠做更多更深入的討論 除了媒體本身要自身的努力之外 還有一個更大元就是社會的支持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能夠成為支持我們 繼續前進的這個力量 好我們就要跟大家談這樣的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是有關於雙語教育的問題 我們知道在每隔一陣子 台灣都會出現有關雙語教育的呼籲 特別是從國家政策的角度呢 它也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政策的目標 例如說我們的行政院在107年12月通過 國家發展委員會 就國發會所提出來的雙語政策發展藍圖 希望以2030年為目標 那來去打造台灣成為這個雙語國家 這個雙語國家並不是國語跟 台語或是華語跟其他的本土語言 而是所謂的華語國語跟 這個所謂的英語哦 那當然對很多人來講 英語好他就是表示他的語言能力很強 然後他的學習能力可能也會被人很強吧 或者是他也有更多的這種競爭力 可以跟世界接軌 但是這兩者之間語言好跟他的世界接軌 跟競爭力有必然的關係嗎 我們知道有很多的家長 或是很多的社會大眾 其實也都支持這種說法 例如說在這個黃坤會教授基金會當中 他做的這個民調 兩次的民調都發現有90%的希望 覺得贊成是覺得把這英語當作是第二外國語 可是在實際上面 他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呢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對於我們的學習會不會造成另外一種的影響 或者是他的確真的可以提高 我們的國人的競爭力 國家的競爭力哦 今天在節目當中就要跟他邀請到的是 這個台灣語文學會會長 同時也是中研院語言所的研究員 姜敏華姜老師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姜老師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謝謝姜老師來上我們的節目 跟我們來一起分享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哦 那我們其實都知道就是所謂的 雙語教育在台灣其實已經 呼籲非常多年了 特別是我們的政府 不管是藍的或是綠的 對於雙語教育都有一個非常大的偏好哦 所以也不只是政府啦 就是包括民間或是一般的家長會覺得說 雙語教育搭衣語能力很好啊 可以跟得上這個世界的潮流 國際的潮流啊 但是其實你們在四月份的時候 其實包括台灣語文 台灣語文學會還有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 還有我自己參加的中華傳播學會等等的團體 你們其實開了一個記者會是反對 2030年語言 雙語國家聯合的記者會哦 反正這樣一個記者會 那為什麼當時會開這個記者會反對呢 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如果 如果雙語政策只是要增進國人的英語能力的話 我們也許不會出來反對 雖然我們也不是很贊成助長整個社會的 英語的焦慮跟迷思啊 但是這個整個雙語政策 其實現在改成雙語政策 可是一開始是說雙語國家政策 所以他原本的概念是要徹底改變英語 在台灣的法治的地位 把台灣定位成一個英語的國家 就是英語作為官方語的一個國家 那其實我們知道語言並不是單純的溝通工具而已 他本身和身份認同 建構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他是身份認同跟建構一個想像的共同體的要素 那另外他還有許多的功能 比如說情感的功能 他是我們藉由語言表達人類親密的情感跟交流 提供安全感 甚至是一個做夢的語言 那語言也有他的文化跟歷史的功能 就是語言是文化的載體 他是語言的用語還有詞彙地名很多的 他反映了語言的文化跟歷史 那語言也有藝術跟娛樂的功能 以這個語言所創作的詩、文學、戲劇、電影所累積成的 這個文化的豐富的資產 那個是藝術和娛樂的功能 那另外他也承載認知跟思想的功能 每一種語言他都有不同的思維的方式 對 語言反映了這個語言的思維的方式跟他的認知的概念 那語言也是個人認同的 有一個個人認同的功能 就是你的口音、你的出聲 他反映了一個個人認同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他有一個集體認同的功能 他是建立想像的共同體的一個最重要的要素 因為我們知道說在一個民族裡面 其實血緣已經不是認同最重要的關鍵了 這個語言才是一個認同的非常重要的關鍵 所以其實古人就已經知道說 要消滅一個國家 最快的方式就是消滅他的語言 那雙影國家問題的政策在哪裡呢 就是說他把英語的溝通工具跟他的經濟的功能 這個工具性的層次他要把它提升到一個文化的層次 變成一個台灣人的一個就是官方的語言 他具有一個法定地位的語言 所以他只著重在很潛諜式的語言 實用主義的觀點 然後再加上溝通功能跟經濟功能 在賦予整個社會賦予一個英文 一個非常誇大的一個權力的功能 所以這個是完全侵害到台灣本土語言 還有台灣的整體的價值觀認同感這些東西 那他就是忽略了 缺乏了語言文化的那個主體觀 所以這個是我們反對的主要的原因 那這個我們是從去年的在會員大會裡面 就很多其實在更早之前就有很多的會員 一直會員還有學者 就是一直提出說這個雙影國家政策是非常有問題 那我們因為我們學者就是很忙 也沒有時間去很仔細的去看 那這去年的那個會員大會 我們就決定說我們要發一個聲明 好那所以我們就由我們的張學堅理事 他他先理了一個初稿 然後經過我的修訂之後 我們在理監事會上面通過討論 就是通過決議通過那個聲明稿 然後我們就決定在2月21號的那個世界母語日 那天開始發起聲明 然後最後連署到3月31號之後 我們在4月7號的時候 4月8號的時候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我們其實之前曾經訪問過張學堅老師 他其實大概在兩年多前 他也是針對這個議題來做討論 那當時最主要是因為韓國瑜提出說母語在家學 然後他也是要強調在高雄 去做這種所謂的雙語教育 那因為他跟你剛剛談到的國際競爭議是有關的 那不過從剛剛 張老師你的一些說法 你會看到語言其實會有兩個主要的功能 一個是認知 一個認知就是透過語言來認識社會 來認識這個世界 那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認同 這個語言跟認同之間 不管是我們過去看到像Anders 他們很多的談法都在談 這種所謂的認同或是國族認同 跟語言跟文字都是有很大的關聯性 可是你剛剛談到一個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就是很多人包括可能包括像這個 賴清德副總統或者是這個韓國瑜 市場都起過類似的概念 就是要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他就必須要把這個英語是提升 那換句話說 很多人都把所謂的國家競爭力這件事情 跟語言的提升 英語的提升的能力是有一些關聯性的 可是事實上是這樣子的嗎 就是說在目前有哪些國家是把這個 英語當作是第二外國語哦 拉到這麼高的一個層次 那這些國家他們競爭力是不是真的因此而提升了 關於這個競爭力的問題呢就是說 當然多一種能多一種語言就多一種能力嘛 我們也不能夠說提升英語力就不會 不會增加台灣的競爭力 但是英語力的提升是不是能夠很直接的等同於國家的競爭力 這個是要很仔細的去思考去分析的 因為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是有很多因素所組合成的 看你要跟別人競爭什麼 那任何能力的提升都可以提升競爭力 可是如果你的英語能力的提升是用消滅全部的本土語言 跟弱化學生的學科學習而來的 那你無形當中失去了軟實力 是不是反而會讓競爭力下降 那提到這個其他國家的這個官方語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先提升什麼叫官方語啊 官方語就是一個法定的語言 它是一個經由國家政府認定的具備法定地位的語言跟文字 它是所有的官方場合跟官方的文書都必須使用這種語言 也就是說一個公民一個民眾他走進任何一個公家單位 他都必須能夠用這個語言獲得服務 那我們就想想看說英語台灣有辦法做到這樣嗎 你要替換掉多少公務人員 你要替換掉多少學校老師 你才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那這個是所謂的官方語言 那還有就是說 英語在台灣是沒有族群基礎的 也就是說並沒有人以這個語言為母語 那他憑什麼能夠獲得這樣的地位 那如果只是 那還有就是所謂的第二官方語的概念 就是有些國家沒有制定官方語 那有些國家會制定一個或一個以上 兩個以上的官方語 可是官方語其實沒有第一或第二之分 那如果他是官方語的話 就是一個最高的層級的地位 就是法定的語言 那世界上的全世界的 根據我手邊的2019年的資料 就是說全世界共有56個主權國家 是以英語為官方語言 那這些語言呢 你以為都是像美國 美國這樣的國家嗎 事實上美國 美國並不是以英語為官方語 因為他並沒有制定官方語 他只有有一些州 他可能是以英語為官方語 可是在聯邦法律裡面並沒有制定官方語 所以全世界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主權國家裡面 除了英國以外 其他的地區都是英國昔日的殖民地 或是美國的屬地 而且大部分在非洲 就是維基百科裡面其實有世界各國的官方語言的列表 大家可以去看那個以英語為官方語的國家 大部分其實我都不知道在哪裡 就是他可能是大洋洲上一個很小的群島 或是非洲 很多都是非洲的國家 那只有一個國家例外就是盧安達 盧安達也是在非洲 那他原來是德國的屬地 後來是歸比利時 那至於他為什麼會選擇英語作為官方語言 我是不是很了解 但是就是說除了盧安達之外 所有的以英語為 除了盧安達跟英國之外 所有的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 都是英國或美國其實的殖民地 所以並不是 那這些國家競爭力 其實大家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評判嘛 就是說他們的競爭力真的是比較高嗎 那在亞洲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也都是 像大家想要學習的新加坡 香港還有菲律比跟印度 那印度其實他們一獨立之後 他們也是把他們的印度語 把它定為官方語言 就是他們雖然是英語還是官方語言 可是他們也是立刻把他們的原來的民族語言 把它定為官方語言 那其他的先進國家 像歐洲的國家 德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這些歐洲的國家 他們是都把英語當作外來語 我們說英語有三個 講英語全世界講英語的國家的人口有三個圈 就三個同心圓的圈 所以那一圈就是他本來就是英語為母語的國家 就是說是像美國、英國、澳洲、紐西蘭這些 那第二圈就是所謂的殖民地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56個主權國家裡面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 因為他們曾經是英國或美國的殖民地 因為他們曾經是英國或美國的殖民地 那第三個圈就是所謂的 以英語作為外國語這樣子的國家 那其實大部分的先進國家反而是在第三圈的 那我們想要知道的 比如說像 也許我們想要知道日本跟韓國的例子 那日本其實日本跟韓國他們都曾經提出 以英語作為第二位官方語言的主張 可是最後都是無疾而終的 那日本 為什麼 對 日本的做法 日本後來的做法 就是說他們是培養大量的翻譯人才 他們培養很多高階的翻譯人才 而且就是他們面對 就是說他們面對國際化的方式 他們是選擇用這種方式 培養很多高階的翻譯人才 而且不只是英語 他們是翻譯世界各國的重要的 對 重要的文獻不會只局限在英語吧 因為你國既既然是國際化 你為什麼是只專注在英語上面呢 那韓國 韓國的例子很值得我們借鏡 它是80年代就開始掀起的英語熱 所謂的英語熱就是說 一個國家它為了 因為對於英語的焦慮跟迷思跟崇拜 盲目的崇拜 然後短時間內投入大量的資源 這個我們叫做英語熱 它是一種很多地方都曾經出現過的現象 所以它投入了大量的經費 做來推廣英語 那到2009年的時候呢 它的英語教學費用 曾經佔公共教育預算的40% 但是它在2012年就開始退燒了 那時候吳錦慧總統 他積極減少英語在學校教育所佔的分量 然後關閉了英語教育師 然後他強調是 把資源用於恢復全人教育和福利教育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 為什麼會強調說是恢復全人教育和福利教育呢 因為當時有一個調查就是國際學生評估專案 的調查 那時候韓國學生的幸福感是最低的 還有親密語教育大律是飆升的 那這是我手邊的資料說 這個是就是說關閉英語師 然後減少英語在學校教育的分量 是對於這個國際學生評估專案的一個回應 就是說你過於強調英語的工具性 那其實學生是 並不快樂 對並不快樂 因為他缺乏自信心嘛 你就對你的文化自己的語言 就缺乏自信心 好像你必須要成為一個流利的英語使用者 你才能夠獲得很多 這個好像成為一個高階的一個人 就是他不是一個 就變成不是一個以人為本的教育了 你剛剛看到這個日本的經驗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知道日本的翻譯真的是很厲害 就是我們自己在學術界裡面都覺得哇 超強的 而且我據說好像他們在大選裡面 這個翻譯這件事情也可以去增加 例如說包括升等啊 或者是這種在學術上面是有一些獎勵的嘛 是是 所以說等於說這個 這個有時候一個語言它有經濟功能 就是一個語言可以成為你獲得這個 獲得經濟謀生的一個工具嘛 那就是在日本它翻譯 就是成為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等於是一個很高的一個行業了這樣子 對所以其實我們透過翻譯也是一樣可以去接軌 或是你剛剛談那個韓國 我覺得是一個另外很有趣的一個經驗 就是說那個所謂的競爭力恐怕很大部分 是來自於你的自信心 那這個自信心未必是從英語上面它去獲得的 反而有時候過度的強調英語的教育 會讓很多人沒有自信心 然後也會導致不快樂 就我自己對韓國的影視產業的了解 韓國的影視產業那麼的強 那麼的有競爭力 絕對跟英語這件事情 不是非常大的關聯性 而是整個國家在影視產業的支出上面 輔助上面 或是很願意讓他們的影視產業去拍更多 國家之內的故事 這個讓他們的自信心 或者他們競爭力事實上是變得很強的 那其實在你們的這樣的一個記者會當中 有提出了幾個反對的理由 其中第一個理由是提到說 雙語教育跟這個 雙語的政策跟國家語言法的精神 它是背道而馳的 那國家語言法的精神是什麼 然後對於國家的語言有什麼樣的保障 為什麼你們會說 這兩者之間是背道而馳的呢 嗯 好 那所謂的國家 國家語言保障法 它就是 嗯 要對於過去 獨中華語的這個政策 所造成傷害的這些語言 給它一個重生的 重生的一個機會 所以要用法律來保障 所以國家語言發展法 第一條就是說 為尊重國家多元文化的精神 促進國家語言之傳承 附贈及發展 特制定本法 那第三條是說 本法所稱國家語言 臺灣各顧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 及臺灣首語 就說只要是 在臺灣的這個族群 它所使用的語言都是國家語言 那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臺灣的國家語言 絕對不是只有單一種 它是臺灣是一個多語言 多語言的社會 那第四條說 國家語言以律平等 國民使用國家語言 應不受歧視或限制 那這個是立法的精神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個法案立法的目的是要承擔 永續臺灣各族群語言的責任 落實多元包容 尊重的國家文化價值 可是在雙語政策裡面呢 我們知道它就是獨尊 其實就是英語至上 那另外一個語言 它沒有說 可是大家都知道是華語 因為在我們學校教育裡面 華語就是一個 就是華語 對 所以那當然是違反國家語言的精神 因為它好像就是 直接當作其他的語言 是不存在的一樣 就是直接說 直接說我要推英語 因為英語的競爭率最強 那另外一個語言 它不敢說 那就是其實就是華語 那所以這個當然是對於 這個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精神 是背道而鎖的 因為我們是 就是國家是多元的語言的 那這個強化國家語言傳承跟附贈 這個保障措施有一些具體的措施 比如說政府應該定期召開 國家語言發展會議 然後優先推動面臨傳承危機的 國家語言的傳承跟附贈 然後要建構國家語言調查機制跟資料庫 還有保障學林前國家語言的學習機會 還有規劃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之 國家語言課程及學習資源 這個也就是我們現在國中跟高中 必須要學習一門文物語言的課的 這個法源依據 那另外就是保障國家語言的傳播權 還有補助跟講義 民間推廣國家語言的一些相關規定 就是這些然後還有一條很重要就是說 學校教育得使用國家語言 就是其實學校教育是允許用國家語言的 那也許現在現實條件做不到 可是如果有一些實驗的方式要做 奔吐語言的沉浸班啊 或是一些實驗教育的話 這個是有法源依據的 就是其實你可以選擇 如果在失之教材完備的情況下 你是可以選擇用奔吐語言來授課的 所以上等於之間的衝突會是什麼 背道而馳的方式原因是什麼 就是它會在資源上面相互衝突嗎 或者是它有所謂誰尊誰列的 這樣一個等地的差別嗎 因為就是說 國家奔吐語言教育 奔吐語言現在是有法律依據的 就是國家應該要投注資源在這上面 可是政府背道而馳是反而把大量的資源 挹注在這個英語教育上面 所以它是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因為我們知道政府投注在英語的 那個師資上面 比如說用英語授課上面 比如說用英語授課的教師 他的薪水比較高 他的死心比較高 那這個都是一種違反 這個語言平等的一種政策 而且它是加強了英語 本來就已經很高的這個地位 那奔吐語言其實它是需要去維護 去傳承的 這個其實蠻有趣的 如果你去看國家的雙語政策裡面 會提到特別是國發會提出來 他提到說要加速高等教育雙語化 然後要均衡完善高中以下的雙語教育條件 然後英減的能量要擴充 然後提升剛剛提到公務員的這個英語能力 甚至要成立專責的法人去做推動 可是其實回到剛剛談到的國家語言法裡面的一些執行策略 相對之下都是一種保存保護 然後一種語言認證或是營造友善環境等等的 這一種看起來就是一個比較口號式的一種做法 這的確是就像剛剛嘉老師提到的那種所謂的背道兒子 或者是一個是國家這麼高位階的這種語言政策 怎麼會相對之下他要提供的資源 或者是在建制化的東西 反而是比較少的 那這回到你們的在這個聲明上面來看 就提到說這個國家語言 他會雙語的這種語言 國家的政策會影響到台灣的主體意識 甚至會陷入一種所謂的台灣 這個讓台灣陷入到一種自我殖民的困境 為什麼這有所謂自我殖民的困境啊 就是台灣就是台灣為什麼會被自我殖民 這個自我殖民是指變成一個是英語系的國家嗎 或者是被英語來殖民呢 對自我殖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 他幾乎全部都是英 就是英美的殖民地嘛 那台灣就是就剛剛我說的那個英語的三個圈裡面 台灣就是在第三圈在最外面那一圈 可是我們想要進入第二圈 我們想要進入第二圈變成 變成以英語為官方語言嘛 那所以我們是不是想要跟那些殖民地一樣 變成一個英語的一個殖民地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新殖民主義 我們知道過去傳過去的那個殖民主義是 用軍事力量佔領一個國家 佔領一個土地 然後統治那邊的人民來獲取經濟跟政治的利益 那現在新的新殖民主義並不是這樣 它是用政治跟經濟的那個權利 然後去控制你 然後類似文化帝國主義 去用它 就是就是說它佔領的不是你的土地跟人民 它佔領的是你的我們的語言文化的那種精神的領土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自我殖民 就是並沒有人叫我們這樣做 我們自己想要變成殖民地的這種概念 這個是蠻有趣的 某種程度反映出我們其實對自己是沒有信心 就是我們覺得我們東西可能不夠好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接得上國際 沒有辦法跟國際接軌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看起來好像有效 但是可能是很簡便 但是傷害可能又很大的一種語言的政策 來去讓這樣的一個企圖 覺得國家是可以變得更進步 可是我常也會跟同學說 其實會說英語的 他不代表他有世界觀 會說英語的 他不代表他就是一個國際化的人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國家 他都是用英語來說說話或是來表達 但是他跟國際化沒有必然的關係 所以更大的一個部分 就是回到自己的這種所謂的主體性來做思考 那而不是成為剛剛提到的一種 自我殖民的方式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繼續請教江老師相關的問題 因為包括假設我們反對這樣子做的話 那實際上面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大概就是不要這個東西 但是實際上面剛剛特別談到 所謂的國家的語言政策很重要 但是其實也會有很多人覺得說 我學台語幹嘛 我學客語幹嘛 他又不實用 或是他又沒有競爭力 那又浪費時間 我們怎麼去看待這樣的一件事情 我們先休息一下 蘋果人家會青春七百人的支持 現在已經去年紀家會 建議政府要關心檢討 改用都議的台灣 營業優先來做目標 以文文化團報到林文社會固定研究 看林博學校第一次到燈開記者會 條工早不一樣的水安 要典現臺灣是多元議員的社會 反對營業尚改優先的相義國家政策 臺灣的軟實力就像臺灣的自由民主 還有臺灣的本土語言 臺灣以文學會之外 臺灣的本土語言是很危險 政府雖然導致很多主願來推廣 但相義政策在教育現場也是特殊營業 低小過去在本土語言所謂打拚 部分學校用英文來教學也是有問題 他現在都用來上音樂、藝文、體育這些課程 可是這些是跟文化有關的課程 他是不是更應該用本土語言來上課 一開始的國發會 他就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語言政策 所以你可以去看到說他在去做這個諮詢的時候 然後他請的都是誰 都是產業界的人 學者認為相義國家把營業變成最重要的議員 跟國家議員發電話的進行來違背 政府應該馬上來檢討 以土地臺灣營業優先為目標 對付國發會沒有最新的會議 但正前說明是這次 為了比賣五次 離空三空相義國家政策 已經改名離空三空相義政策 英文也不是國家旗的議員 記者就新志明台北報導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忠祥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 已經進入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議題的整理 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 背後值得我們去關注的議題 我們有Podcast頻道 也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那也期待大家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作為一個獨立媒體 能不能夠走得更長遠 做更多更好的報導 絕對跟社會的支持 是有很大的關聯性 今天的節目要來跟大家談到一個 我們大概在兩年前 曾經談過的議題 不過這個議題其實每隔一陣子 在台灣就會去延燒 就是所謂的雙語政策 這個雙語並不是指的是 要把本土語言作為一種雙語的政策 而是要把英語 因為國際化強調競爭力的關係 要把它成為第二的官方語言 或者是強化台灣人的英語能力 那這個問題當然討論了很多 很多人也是蠻多人會贊成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 他是指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所以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來跟大家邀請的是 台灣語文學會的會長 同時也是中研院的研究員 姜敏華 姜老師 姜老師你好 我是 我想也一樣在同樣在請教姜老師 就是剛剛有談到所謂的國際化 或者是這種競爭力 雖然你覺得他不進來有很必然的關係 可是我們也常說英語是世界的共通語言 那我們在很多地方 如果你沒有辦法溝通 兩個不同國家人的母語沒有辦法溝通 他也是用英語溝通 那這不就是也是一種所謂的競爭力 或是國際化的一種象徵 或者是很重要的工具嗎 那我就是說 首先要回應的就是說 我們並不是反對學習英語 我們主要是反對的是 把它提升到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 那我首先也要先澄清一下 就是說雖然我們 雖然政府一開始提出來的時候 是以第二官方語的概念來提出的 可是經過語言學者不斷的反應 不斷的這個澄清之下呢 其實政府也不再用第二官方語這個名稱了 那尤其他後來改成2030雙語國家政策嘛 那在我們2月21號開始發起連署之後 在連署接近尾聲的時候呢 其實國發會他有默默的發一個新聞稿呢 澄清說其實他的雙語政策 並不是要把英語作為本國語 他已經澄清說英語要變成 就是已經定位說他是一個國際語 而不是本國語 這是我們要幫他澄清的 那同時也是強調說 其實我們的連署是發揮的作用 那提到回應到這個國際溝通的這個問題啊 這就是很多人的迷思 那就是說英語他最重要的功能可能就是溝通問題 可是其實溝通問題其實是AI翻譯就能夠解決大部分問題的一個事情 就是一個語言他有工具的層次也有文化的層次 但是工具的層次其實是AI翻譯可以解決的 其實現在目前AI技術已經可以做到說他可以精準的把英語的新聞翻譯成華語 甚至是不同他那個品質甚至不屬於一個雙語的人 那其實或是各種語言的翻譯也都可以 我們看到說那個俄物戰爭剛開始在打的時候 每天有大量的大量的新聞 我們也都是透過很多人都是透過那個Google翻譯 或是其他的翻譯軟體去獲取這些資訊 並不是說你同時需要懂什麼很多烏克蘭語啦 或是什麼語言你才能夠獲得這些資訊 那不同語言互相翻譯的技術真的是非常進步 甚至在未來幾年他還會再更加進步 所以這個他已經能夠解決大部分的溝通問題了 那還有各種的APP他可以幫助大家在旅遊的時候 他都可以隨時的翻譯 他能夠發出那個語音的發音也都可以發出來 那Google還有即時翻譯的功能 只要把鏡頭對準那個外國語言 他就可以翻成本國語 所以如果我們只是認為說國際的溝通 需要英語的話 那這個日常生活的溝通其實他已經是可以解決的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高階 如果我們真的需要競爭力的話 我們需要的是高階英語 那高階英語需要全民學英語嗎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是務實把英語當成一個外國語言 那如果你有這個潛力去學習到高階的英語 或是你的工作的需要你學習到高階 你把自己的英語精進到非常精進的 非常流利的這個程度 這個當然是好 這當然是國家的競爭力 可是並不是說要全民學英語 就是說如果台灣的英語不夠好 那你要告訴我們是哪裡不夠好 我們到底是要全民學英語 還是說我們要培養更多的高階的英語人才 這個才是競爭力的 這個才是競爭力的根本 那因為AI無法取代語言的部分 就是那些我們說的語言的文化藝術娛樂功能 還有認知功能跟集體認同功能 所以這個才是我們要去維護 這才是我們的主體性的一部分 嗯嗯 OK 那剛剛談到說 雖然國發會已經把這個 不要做第二官方語言 而變成是這個所謂的外國語言 可是實際上面我們看到那個政策的執行方面 他其實包括公務人員 你要有這樣的能力啊 或者是說這個英檢啊 或者是所謂的雙語教育的系統啊 或者國家大量的資源 是投入到這個所謂的國中小的 這個所謂英語教育的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其實即使那個名稱改了 可是在實際的做法上面 他還是會把學習英文 當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是其實如果把它當作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特別是他變成是考試 或是變成是一個評鑑 或者是變成是一個公務人員 必須具備的這些功能 這樣的一個能力的話 會不會造成很多的問題產生 例如說 因為我要考上學校 因為我要畢業 所以我就要去英語補習班補習 或者我從小就要有一個英語的 這個教學學習的環境 這會不會造成這個小朋友 剛剛談到的像韓國一樣 他不快樂 然後造成這個所謂的內部的 階級分化的問題 或所謂階級分化的問題 就是沒有錢的小孩 他因為沒有辦法去補習 沒有辦法再學這樣的東西 所以他就會反的更不快樂 然後那個落差有可能是更大 對這個就是我們 其實是我們反對 這個英語授課 在學校用英語授課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因為在雙語政策的口號之下 很多有財力的家長 就是投資在英語的學習 那補習班也大量的廣告啊 然後告訴家長說 如果你不會英語的話 你可能其他學科的學習 也會有問題之類的 他就會 其實就會造成說 經濟優渥家庭的小孩 就是經濟優渥的家庭 他送小孩到雙語幼稚園 雙語國小 英語補習班 那他們的小孩就被 形塑成一種英語的強勢者 然後被社會跟媒體 賦予一種優勢的地位 那這個就會造成一種就是階級的分化 那尤其是在這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裡面的 對於語言活力的評估裡面 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 就是說他用九個指標 來評估一個語言的活力 那每個指標都有六個等級 那這個其中的 其中有兩個指標 是跟語言政策是有關的 就是說第七個指標是說 政府對這個語言的態度 就是如果政府對於這個 英語的態度是非常至高無上的 那它就會影響到 它就會影響到社群對自己語言的態度 等於說英語它對於 自己的語言是 政策會影響到一個語言 它能不能夠存活下去 存續下去 那所以它對於文化價值的認同 就是說它會讓 一直強調英語學習的這個學生 他認為說自己的語言是比較低階的 是未來無法獲得 高等教育跟經濟的文化 經濟文化資本的 那所以它傳達一種價值觀 就是說文化自信心 就是說好像我們是不是要割掉 自己的舌頭 才能夠去獲得 這個教育跟經濟的資本 那它會造成一種文化價值的 文化跟價值認同的錯亂 那也會造成語言有所謂的高階低階之分 這也確是一個 請說 就是說 因為英語為什麼會造成階級的分化 但其他語言不會 因為英語它是一個沒有在台灣沒有自然環境的一個語言 所以學習英語是一個昂貴的投資 就是你一定要有很高的資本 你才能夠 而且靠著大量時數的那個授課 才能夠獲得的一個語言 它跟本部語言的學習 那是完全兩種不一樣的一種學習的層次 所以 所以 這個才是我們反對 就是 把英語推到一個很高地位的一個原因 那我不曉得我想要舉一個電影就是說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印度電影 就是舅舅蔡英文 對 這部電影裡面就是說它是一個印度語的家庭 那這個家庭裡面 父母父親是會說英語跟印度語的 然後那個母親是只會說印度語 那英語可能是很 很初階很初階的那個程度 它的發音也不標準 然後常常被子女糾正 那小孩子在學校上的是這個 那個英語的學校 受的是英語的教育 那導致說這個小孩呢 他對母親非常的不尊重 他其實他母親講的英語 他就是常常糾正或是拿來開玩笑 拿來嘲笑那個母親 然後甚至在家長日的時候 他平常都是 可能平常都是父親在出席的 因為父親可以講英語 他可以用英語跟學校老師溝通 可是那一次的家長會是 父親有事沒有辦法去參加 那有母親去參加 那這個母親就是 那個小孩就是很 很不希望自己的母親去代替父親 參加那個家長會 因為他就會讓他丟臉之類的 這個就是造成一個 小孩子的心裡面 他已經自然的把英語跟印度語 已經分成是高階語言跟低階語言了 他心裡就認為說這個英語才是高階語言 那所以這種語言階級的這個情況下 是不是不會只是在就業的環境 他甚至在家庭裡面 也會造成一種階級的分化 家庭裡面不會講 不會講英語的家人 他甚至會被自己的家人歧視 所以這種階級的分化 語言的分化 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那尤其是 這個就讓我想到 我們看到很多以前的電視劇 或是故事裡面都會談到 這個家長去參加母檢會啊 或者參加這個所謂的學校的課程當中 如果家裡面很窮是種田的 然後這個做工的 然後他就會覺得爸爸媽媽很丟臉 然後在這個種人的面前 就不會承認說 這個農夫或是工人是我的爸爸 或是我媽媽 我覺得非常對是這樣一個情節 對啊 因為其實台灣現在已經多元開放 已經慢慢的就是可以接受多元的價值了 就我們現在又要用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單一的價值觀去把這個原來很多元 開放的這種價值觀 再把它扭去過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不正確的事情 嗯嗯嗯 你們在 所以造成跨世代的溝通困難 嗯嗯對 你們在聲明裡面其實也除了這種 各式各樣的反對的原因 剛剛也做了一些陳述 可是你們也提出一些比較 目標性的做法 就叫做多與台灣 英語友善 這個是什麼意思 然後多與台灣英語友善 這個具體的做法又是什麼呢 好 多與台灣英語友善就是說 我們要回歸到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基本的精神 就是台灣是多餘的國家 各種語言是一律平等的 那資源的 資源的這個 益柱應該是 平均的均衡的 益柱在各個語言裡面 然後使用不受限制 那要就是把平衡資源 當然 越弱勢的語言可以多一點資源 但是基本上資源是平衡的 不會說是獨尊某一種語言 那我們要自信的走出台流 那在英語的部分呢 就是務實的把英語看作是外國語言 而不是全民學英語 全民都是英語被解定 那我們的英語如果是不夠好的話 那是可以怎麼樣改善 其實學生需要的是優質的英語教育 而不是用英語授課 其實我們最反對就是用英語授課啦 因為因為英語授課的話 就是說他英語變成一個 一個不符比例的篩選工具 就是一個小孩他可能 他有很高的藝術天分 他有很好的數理的能力 可是在英語授課 假設用英語來教數理 用英語來教藝術文化 教音樂這些課程 他的表現可能就不好 可能會被限制 對所以這個時候 你評量的不是 你在任何各門學科裡面 你評量的不是這個學生 在這個學科上面的表現能力 你評量的是這個學生 他在這個科目上面的英語的能力 那這個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 等於說是一個不符比例的篩選原則 尤其是我們看到說現在 台灣現在的英語教育的現況是什麼 就是說在有所謂的雙峰現象 就是從在一個教室裡面 一個課堂裡面 學生的英語能力可能是落差很大的 有些人很好 有些人因為他從小補習 會有那個環境接觸 他的英語能力是高於平均的 但是有些是完全是跟不上的 就是光是英語課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那你怎麼樣就再去用英語 來教其他的科目呢 那等於是會逼了很多學生 他其實是提早放棄學業的 嗯嗯 對那 所以他其實就會變成 無程當中就設了一個門檻 讓大家這個連基本的門檻都跨不過去 所以他的學習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變成是一種學習的障礙 對對對 其實新加坡是怎麼做到 他們就是這樣做到了 他們就是靠英語 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層層的篩選 決定從小學就決定你中學 可以上什麼樣的學校 中學可以 然後在層層的篩選之後 到決定你大學可以上什麼樣的學校 那新加坡是英語的 是英國的殖民地 他們都需要透過這種篩選的過程 才有辦法達到說英語作為官方語言 那我們台灣願意這樣子篩選嗎 你從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你就因為你的英語能力不夠好 你注定不能夠 去就讀某一種能夠獲取更高 學位的一種學校 其實香港也是分流的 他們也是在 大概在中學的階段就會分流成說 你是上的是英語的中學 還是上的是粵語的中學 就是這兩個我們想要效法的國家或地區 他們已經是英語的殖民地 已經是英國的殖民地了 他們的平均來說 他們的英語能力是比較好的 可是他們還是會需要透過層層的篩選 去決定哪些人可以上受高等教育 那其實台灣這個是做不到的 新加坡也有很多描述這種現象的電影 什麼小孩不笨啊 這種就是這樣子的電影 就是告訴說其實這個小孩他不是不笨 他不是笨 他只是因為他沒有這個機會 去受到好的英語教育 所以他在這個升學的過程當中被淘汰掉了 不過回到一個現實狀況來看 就是我們其實也要推動所謂的本土的語言 然後包括我們的鄉土教育等等 那其實也有人想要再去推動英語 那可是其實回到一個現實 就是我們的資源就是有限嘛 那這個之間要怎麼樣的去取捨 甚至可能有些家長都會覺得說 我應該蠻多類似的家長 就是我要學英文啊 我幹嘛要學這個所謂的台語 或是所謂的客家話 或是原住民的語言 這個沒有競爭力 我覺得這個可能在社會溝通上面 可能都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其實我們要知道說現在新的學習理論裡面呢 是認為說多語言的學習是彼此有幫助的 互相是有協同效益的 那有一個比喻就是說你同時學習兩個語言呢 其實就好像是一個氣球它有兩個吹氣孔 其實你可以這個兩個不同的語言 它是可以讓你的語言能力成長得更快更大 而不是好像是所謂的我們說分離式的雙語觀 就是你學一個語言 它在你大腦中佔的那個區間 那個空間好像是不一樣的 就是雙好像兩個氣球一樣是各自獨立 它其實你學語言的話 你的語言能力就好像一個氣球 那你學不同語言它是有不同的吹氣孔 那那個吹氣孔可以讓你幫助你的語言 可以可以長得更快更大 那至於說這麼多語言我到底要怎麼學 那我們當然就是 其實母語一定是你啟蒙教育最好的一個工具 所以我們就是說在你那麼多語言 你無法同時學會的情況下 最好的方式還是先從母女開始做 那至於英語的話 當然它太早學其實沒有什麼 其實就語言的那個學習來說 就是各種研究顯示它並沒有絕對的好處 它的好處只有在說你的發音可能比較 比較標準一點而已 可是我們就是把英語作為外國語 我們發音一定要發的像 像母語人是那麼準確嗎 其實因為世界上全世界說英語的國家裡面 真正母語使用者並不是多數 反而最多數的是這個所謂的外圈的國家 把英語當作外國語的國家 那這些國家裡面人講的英語 也是南強北調各個各種口語都有 所以我們真的一定要說你在越小學 他對於他的各項的認知能力沒有達到的時候 他學到的就是只有口音比較標準而已 那所以優質的英語教育 我們的學生好像現在說台灣人英語不好的情況就說 好像我們的閱讀可能比較好 但是不敢說之類的 那這個都是可以透過英語的好的英語教育去加強 而不是好像你根本就還沒有學好這個語言 然後你就要用這個語言來授課 那學生他真的在課堂上學到的那個語言是正確的嗎 多學了幾個英文單字 可是你在這個學科的學習上面可能整體是弱化的 這個現象有沒有去探討 我們應該學習英語是競爭力沒錯 可是你因為英語的教學而使你其他學科變弱了 那這個是不是一種競爭力的弱化 就是英語怎麼教我們可以討論 但是不是說把英語就是當成一個全民使用的一個語言 也就是說他並不竟然是一個互賜的關係 就是說他有可能自己做 只是說他怎麼去安排什麼樣才一個最適當的 那會不會造成某種的壓力 這可能是一個我們在做語言政策 或是語言教育 可能要去一起思考跟討論的問題 那剛剛有談到說 英語好不代表就代表你有競爭力 或是代表你有國際化 可是回到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好了 那學習本土的語言 他能夠提升我們的競爭力嗎 就是我想競爭力還是很多 現在社會不管是父母也好 或是國家也好 他都會把它當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那學習本土語言 真的對競爭力有什麼樣的好重嗎 還是說他其實就是一種文化的保存而已 所以競爭力這個問題 當然大家直接想到就是說 經濟上面的好處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寫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經濟上的好處其實是創造出來的 其實現在英語 政府投注大量的資源在英語裡面 他也是幫英語創造出他的優勢競爭力 所以其實政府的資源是可以幫助這個語言 創造出他的競爭力 其實經濟上的好處是創造出來的 所以我們怎麼知道說 也許哪一天有一個說客語的一個人 他成為一個 經商成功好了成為一個大企業家 那他想要來創造他打造一個以客語來服務的一個企業 比如說銀行 客語服務的銀行、醫院或是健身房 任何你想得到的那個服務業 他想要打造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企業環境 那他這個時候這個競爭力是不是就出現了 或者是說今天假設需要考任何一個本土語言 那他是不是都創造了這個這個語言的競爭力 所以到底政府應該要把資源放在創造英語的競爭力 還是要去創造本土語言的競爭力 這是一個選擇嘛 所以其實我有時候是不太願意去把本土語言的價值 把它放在這種經濟工具的那個層次啊 因為你可以創造啊只是你要不要去創造而已啊 你今天一個成功的講台語的企業家 你就可以創造一個這個以閩南語為服務的 就以台語為服務的一個企業啊 或是你是一個成功的客語的企業家 你就可以去創造一個客語的 一個客語服務人群的一個企業 一個服務業這個都是可以去創造出來的嘛 那所以我還是我主要還是 本土語言最主要還是一種價值觀 就是說它是我們這塊土地上的語言 也許現在很多人會說 他不是我的母語 我說現在很多小孩他的母語已經不是本土語言了 已經不是客語或是台語 可是他是你的父母的母語啊 他是你的祖父母的母語啊 或是他是你的親戚鄰居 或是你在台灣有可能遇到的任何一個人的母語啊 就算你的父母 外公外婆全部都不是以這個語言做母語的 那他還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本土語的概念嘛 那其實所以說多一個語言 多一個能力 我認為說如果這個價值觀有建立起來的話 我不認為說家長就一定那麼反對 學習本土語言 嗯 我覺得這個競爭力是在一個商業上面的一個概念啊 就是有時候這個競爭力來自於對自己的信心啊 或是對自己的認同啊 說是對自己的了解這件事情 那學習本土的語言 事實上對自己的了解 就是一開始這樣子叫做認知認同 特別是拉到這個信心的層次 我覺得對一個人是有很大的幫助 而且他其實就會讓自己很多時候 我不會覺得我很弱 或是我對自己沒有信心 當一個人沒有 一個人沒有競爭力 絕對跟他的自信心是有關的 跟他的這種 自我的態度是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反而在本土語言上面 這個東西我倒覺得他是可以有一些 所謂的競爭力 但競爭力不見得是獲利 而是我怎麼在這個社會裡面活得更好 我怎麼活得更開心 我怎麼跟我的這個群體裡面有更好的互動 我不會覺得說啊 我不會英文 我不會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很糟 我覺得這反而是另外一種 看待競爭力的一個方式 不過回到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事實上所謂的本土語言的教學 其實在台灣也很長的一段時間 特別我們看到所謂的鄉土教學 鄉土教育 這些的這樣的一個實施 也非常長久 十幾二十年了 可是一直以來都有一個批評 就是這個師資或是教學品質是有問題的 那所以看起來台灣的本土教育 好像也沒有做得那麼好 那當然我們看到現在台語台 也很努力的在推動 或者是有些這個 至少在流行音樂上面 好像所謂的台語的創作 或是客語的創作 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可是回到那個基本的教育上面 這些剛剛談到的師資的問題 或教學品質的問題 有辦法去解決嗎 其實師資的問題在小學階段 因為他已經實施很多年了 其實據我所知他不是很大的問題 那實際上這個問題呢 我們也要感謝那個雙語教育呢 那我們本土語言 其實就是說 本土語言的師資的問題 你在遇到那個雙語教育的問題的時候 那個師資的問題真的是小屋見大屋啊 就是現在很多學校 中學小學想要推雙語教育 他們師資其實也照不滿啊 那他們就是叫說英語的 就是英語系的老師 學英語的老師 英語專長的老師 他去教音樂啊 教藝術啊 教藝文啊這些課程 那個師資的問題 就是在如果以他們那個 運作的方式來看本土語言的話 本土語言的師資其實 剛才充裕的 對其實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師資的問題一開始的確是有問題啊 因為大部分老師他可能只會講 他不會他不知道怎麼教 那現在教育部也透過很多的培訓 可能是 師資有兩個來源 一個來源就是說是 本來藉由的師資去受訓 另外一個就是教學支援人員 就是所謂的支援教師 就是他可能不是這個學校的專職的教師 他是專門支援本土語言的 那我們先 那教師師資的問題啊 其實如果是以那個語言活力相對比較高的 這個台語的閩南語 台語跟四線客語來說的話 其實你在一個學校裡面要找到 能夠聽或能夠說的老師 其實並不是那麼困難 那他困難的地方是在於說他可能不會讀寫 他對那個教材裡面的文字或是拼音 他會有點困難 那政府的做法就是提供他們去受訓 你修滿了幾個學分之後 你就可以回來教這個本土語言 因為有些情況就是說 教師他不願意去受訓 那教師為什麼不願意去受訓 因為你沒有提供誘因給他啊 他如果有去受訓跟沒有去受訓 他的待遇都是一樣的 他為什麼要去受訓 那其實你有很多的方法就可以去做 比如說減授時數啊 然後不用帶導師啊 或是提供各種誘因 這個是政府政策裡面 他就是會去做可以去做的事情 那其實教師的問題 因為現在的那個線上資源的那個 真的是非常的豐富 各種的教材還有線上字典 那個教材的問題 現在的民間的教材是 他不只是出一本課本 他連教師手冊、學習單 然後那個電子書 都會幫你傳邊邊啊 所以其實然後現在本土語言 其實他也不上課 他也不考試 然後我看學生也沒什麼作業 所以他其實是一門超輕鬆的課 我不覺得說其實如果政府提供教師去進修 我不覺得說會有多大的反彈 我聽到比較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可能是那個排課的時候 有時候會排不出來 比如說那個因為有很多不同的語言 所以有些比較少數的那個腔調的語言 他會被排在一些什麼午休的課程啊 午休的時段啊 或是那個早自習的時段啊 那這個其實就是透過比較成功排課處的那個學校 提供一些他們的那個做法 可能提供給這些學校 因為學校有大有小 他們排課的那個困難度是不一樣的 這個的確是聽到的抱怨法是這種的 並不是說真的師師或是教學怎麼樣不好 那回那再來說 再來說到那個少數腔調的問題就是說 你在一個學校真的很難找到這個腔調的老師的時候 那其實像原住民語 他在都會區他很多現在都是直接是線上的那個 他們就是直接用放錄影帶的 各個課程都錄影幫你弄好好的 所以這個也不是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小學我認為是不是比較不是問題啊 那些國中啊 國中高中是從今年開始需要上本路語言的課程 那一開始其實任何的任何的課程 你一開始都會有一些陣痛期 像國中的老師或是高中的老師 他們要去上一個難度更高的一個語言的時候 的這個本土語言課程的時候 當然任何任何東西一開始都會有問題 但是就是透過你提供培訓的管道 然後提供誘因給老師願意去受訓 這個都是可以解決的 就是我們要跟老師說 在我們一個教書的生涯裡面可能是二三十年 我們可能不能夠期待說我們的小孩 他學的東西永遠都是在你二三十年之內 都是不會改變的嘛 就像小學以前我記得也沒有資訊課 那後來也是有資訊課 其實教師會上電腦跟他能夠教學生 怎麼使用那些設備什麼的 那那也不見得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一個老師要去教一個新的課 他都是需要去備課的 他事實上是要轉換的過程 對他需要轉換過程 那其實我們現在看到雙語 這個英語的那個什麼雙語授課 我們看到各種的亂象 我們看到我們都說 這個你們這樣搞也行 那我們本土語言 你麻煩批評的一文不值 這是什麼意思 那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啊 就是現在雙語的那個失之 那個亂象更是亂七八糟的 各種亂象我們都看得到 所以我們感謝他提供一個更差的示範 讓我們知道說其實我們這樣 其實本土語言真的不差 不要那個時間久了之後 他做的並不差 那你說你有提到說家長可能會反對的問題啊 那其實現在本土語言真的是 其實他真的是很輕鬆 他就跟他就一節課嘛 他跟音樂課跟一文課那些一樣是類似的 就是讓你去給你一個窗 幫你開一扇窗讓你知道說 其實有這樣的一個語言 他跟我們的文化是有連結的 所以他這個是一個這種象徵性的意義 那有些人說我一節課不夠我學不會 那我問你你音樂課你學了兩節課 你每個禮拜學兩節課 你就能夠成為音樂家嗎 你就能夠成為藝術家嗎 不會嘛 那可是沒有人會反對音樂或是藝文 或是體育的覺醒 對這個還是都是觀念的問題 就是你一個一節課不夠 我們當然也認為不夠 但是它是給你一個扇窗 它跟我們的文化有連結 如果你有興趣 你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 你都可以自己去學 對 那有時候 還有一個反正的意見就是說 那個家長對那些讀寫系統也不熟悉 就是它常常會批評說 這個字怎麼會是這樣寫 那其實 其實你批評這個讀寫系統 跟你反對上這門課 其實也是兩回事 我們家長會不會批評現在國語 我們的那個 國語的那個字體有時候也是會 因為國語的字體也是會一直改嘛 讀音也是會一直改 有些家長也會說 這跟我們小時候學的是不一樣的 對 那本土語言的問題就是 就是說這些讀寫這些文字 他們以前都沒有學過 因為他們看到的時候就是很陌生 所以他們有時候會批評 可是批評跟你 不願意上這門課其實是兩回事 那數學的教法也是有人會說 怎麼會是這樣教我們以前是怎麼教 所以 家長對這門課有意見 不代表說他 他反對上這門課 我想這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 這樣一路談下來 一個蠻基本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於所謂的 有沒有信心 或是會不會妄自菲薄 就是說 剛剛談到那種所謂自我殖民的心態 我覺得有時候是建立在某種的想像 就是 我們想像說英語很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跟世界接軌 但他沒有必然的關係 或者是我們覺得這個學本土語言 好像就沒有競爭力或很low 他其實也沒有任何必然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是那個我們到底 對自己的文化 或是說對我們自己的信心 到底來自於何處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更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要回到那個本質上面 就是那個語言到底要來做什麼的 他不是只有一個競爭力的工具 剛剛談到我想江老師談得非常好的 是一個所謂認知跟認同 這個部分是一個 我們特別要去留意的一個地方 今天非常謝謝江老師 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你跟請教相關的議題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